宏觀經濟財神到 今天是2015年5月23日 我們星期六回來做節目 高輝你好 你好 八寶 最近我看高達 我喜歡看的 高達經常見到你 為甚麼 高達後的影片還沒見到你 高輝 碎身那一套 很棒 高輝 高輝 今個星期的市場就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之前有幾件事就交代一下 第一 最近我發覺開始有一些分析員 開始出來跟別人說 要看恆身成分股的成交量 哦 可能他是我們讀者或者聽眾 是好的 因為我們做節目 雖然是為了興趣 我們都希望把知識去分享給大家 如果真是有分析員 或者有行內人 都可以分享這些概念 給很多家庭觀眾 多些人知道 多些人有知識 多些人就懂得怎樣分析這件事 是吧 就不會有 沒錯 其實對提升整個投資的質素 都是很有幫助 這個都是我們其中一個 樂於見到的事 第二 上一集 因為我就講起 講起以前的歷史 講了加息那些東西 是的 因為原來很多讀者都很有興趣 嗯 其中有一件事 我記得 八九十年代 那時候就開始流行說一件事 叫魔笛追魂 你有沒有聽過 聽過 現在也有聽到人說魔笛追魂 是的 那你知不知道這件事的掌戶是怎樣的 不如現在講講 這件事是這樣 其實八十年代尾的時候 大概應該是八五年尾左右 就開始 你知八七年八七個虎災 就黑色星期一 是的 鼻角一塌 香港跟著就停市四天 香港停市四天 結果那個時間塌了 不用說了 那個虎災在之前 就有某一間大行 就經常出來唱淡的 嗯 它就越催越淡 就越催越跌 適逢八五年尾的時候 就剛剛上映了一套很出名的 叫魔笛追魂 哦 那裡是說福爾摩斯 就是少年的一個破案的東西 裡面說一些很神秘的組織 那些破了奇案 所以就這樣開始 那些人就開始說魔笛追魂 因為那間大行 就跟裡面的字 有些諧音的相似 那間大家自己猜吧 哈哈哈 那到現在沿用至今 都是會有很多 就是資深的投資者 或者是分析員 他有時候都會說這句話 那就是這樣來的 第二 原來都很多人 都是對你對旗子 或者是那個部署那方面 都很有興趣的 那如果你有興趣 方便的 可以跟他分享多一些這些方面 就是譬如旗子你是怎樣做 或者你怎樣看 各方面的東西 跟我們節目可以分享 哦 好啊 講一下這件事 不如 最後一件了 剛剛昨天有位讀者 就留言問我們 為什麼債券那些成交量呢 很難找的 網上找不到的 是啊 沒得找的 不是沒得找 要付錢 付錢那些有得找 付錢的什麼都有 不過很貴 就是那個成本很貴 所以一般散戶 你應該都不會去 願意付這個錢 去拿這些資料的了 但是問題呢 亦都講了一個點很好的 就是我們分析不到 究竟債券真的 譬如債券價升或者跌 那究竟是真的 那個供求的怎樣轉變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估計得到的 因為你知道沒有了 quantity 那一下 那你就只有 price change 你沒有辦法知道 是供應增加 還是減少的東西 是不是 嗯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盲點 所以我們分析債券的時候 你要留意有兩個可能性 這樣也呼應了 你要明白大戶 跟我們實力的相距有多遠 資訊不對稱 當然不對稱 那沒有的 人家有這樣的成本肯付出 你沒有的 他有這樣的成本付出 拿到這樣的資料都是合理的 但是我們最重要的一項 就不是說向高難度挑戰 你應該向低難度去駕馭才對 我們目的是賺錢 投資是不是 我不一定要向一個很高難度 很辛苦 即是投資 我們沒有投資運會 那我不需要有什麽十項難度 多少難度 拿一分才叫厲害 我拿到一個分數就可以了 所以就不需要灰心 反而你知道自己 就是跟別人的差距 我們懂得被重就輕 有些東西不行 有些東西我們就可以去做 還有我們也不要過份要求自己的能力 是太高 因為有時候這些東西 就不是我們真的去控制得到的 那說回正題 那時候高輝和我們分享一下 好嗎 那又是星期五 基本上每周五都會有理沒有理 有預期沒有預期 都可能會炒上去 是 之前就炒下來 是啊 之前是星期五的恐慌 我現在是 即是昨天 好像昨天 開始沒多久 已經上到27,900了 其實我拿著一些旗子倉 那旗子倉的部署 我待會可以再分享多一點 那旗子倉我看到27,900 我就想死了 平不平倉好呢 你是好倉 是嗎 是好倉 會不會好像上次一樣 又是上完27,900之後 又回回來呢 我在想這個問題 想過很久 想想一下已經跌了8點了 去到28,800了 然後算了 已經不便宜了 但是27,800 不管它 不理它之後 突然之間下午回到28,800樓上 那樣子 這樣啊 有理不理 平一張 然後發覺已經不太說 快到月尾了 是吧 是呀 不過我的倉我打算是持續兩三個月 我知道 但是你也要轉倉 都準備要轉倉 都要轉 萬一放假回來 轉不到 是不是大件事 是呀 接著就 沒有理會 下午基本上都會有些私事 沒有什麼看 但是去到 看一看收費 在夜期的時間 接著就發現了 我想我的旗子好創 都應該是被人騙走了 已經是 一張而已 不是的 我有好幾張 OK 你有幾張留下 是呀 被人騙走了一張 被人騙走了一張 是呀 證明了其實市場 即是無論你那個 其實我的部署 待會再說 可能大家果然會明白 是 都很穩固 都很難可以 是很漫無一失 可以放很久 都預算了一些 profit 都基本上 就是長財量三個月 我打算中間只是 走一走位 可能兩萬八 未必穿到 接著就走一點點 然後得位買回來 偷一偷 可能八幾兩百點 怎知道出事了 那就少了一張 都不算出事 只是賺少了 證明這個市場 其實在早兩三個星期 都那個上下波幅 或者那個框架 都令到很多人覺得 市場未必那麼快 突破到你 我都被它震走了 拿少了一張 少了一張好倉 之後才再上 應該有為數 不少人 可能在兩萬八樓上 或者兩萬七千九 可能在昨天星期五 那些高位都可能會退了少少貨走 轉頭put put put也有機會 有 我認識很多人這樣做 升完之後星期都會下跌 而且你看一下 如果你看到技術指數 其實就好像頂頂地 是啊 你稍微貪少少 勇少少 勇少少 那些 就轉頭put 是啊 然後被它夾起來 那你就真的 心理很難去平復 這件事是很玩人 所以在我經歷過自己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覺得市場應該突破了 因為市場比27,000至27,800 都玩了差不多兩三個星期 而應該要下跌的 我們之前早上一兩集分析過 看得那麼淡 27,000都是穿不到 想買的都是買不到 很多人是等27,000 穿27,000樓買貨 很多人早上在想 那裏27,000那麼多牛證 一定殺了 殺完就買了 很多人還是破了這個概念 到星期五還是 我星期五跟我的行家吃飯 他們都說 有幾個行家 有幾個朋友 都想殺所有牛證 才放心去買 事實上真的殺不了 我們應該是兩個禮拜前那一集 即是前兩集 就61集 我們就開始說 我們看現貨應該調整完 是的 調整完當然不是代表它馬上會彈 調整完 簡單來說就是看到底的那些指數 差不多 差不多 結果它游了兩個禮拜 都是穿不到 都是穿不到 現貨都是穿不到 不過旗子就扯得很厲害 旗子看到很厲害 低水很厲害 昨天就高水 是的 兩個相差之間就很厲害 雖然我自己就不玩這些東西 但是我經常都說 我們最重要是分析的市 每一件事都兼備 還有就是 以一個開放性持平的態度去看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 你有沒有這個準備 有沒有這個知識 就自己去衡量一下 即使譬如說 我自己這樣 我個人就算 我很少玩這件事 但是我也會很留意 和很虛心地學習的 因為在這個旗子市場裡面 你是可以看到很多 對現貨市場的啟示 是幫到自己的很多分析 當然這件事都要再交給你 是的 我不記得了 我應該好像沒有在這裏說過 因為始終 這個倉位 如果沒有一個很充分的 準備和知識 我怕我在這裏說完 大家可能未必掌握到 第一 不是叫你跟 我們純粹是一個參考 一個參考 就是有人這樣做 那為什麼這樣做 什麼原理 什麼道理 我們明白了這個道理 你自己去應用 去想 是的 甚至乎你可以 譬如我這樣 我經常都聽高輝說這些 我們經常都會討論這些 但是我的做法 可能完全是跟回我自己的 三種投資法 我仍然是這個方法 但問題是 市場不是為我而設的 市場是不會理會我用什麼投資法 市場是走勢 怎樣走 是多方面去思考 去分析 我就是這樣的態度 不要妨礙你們 繼續你說 這個做法應該在三個星期前已經開始做 是的 你跟我說過 那時候的市場 我們開始的市場 要見頂調整 我還在這裡 先用一些技術方式去找 有哪些位置 是一個支持位 初步找了幾個 如果最樂觀 我就覺得 那時候三個星期前 覺得27,600是一個位 你找那個位置 是用波浪理論為主 波浪和一些支持阻力 去量度 27,600是一個首先的支持位 那些位置是打彈的 當然不是一個 現在看來不是一個 最後的支持位 第二個支持位 27,200至27,000點 是有一堆支持位 再下去 26,600至26,800 我就找了這三個位 我就想 我怎樣部署 我決定分開幾柱倉位 去買期指 27,600買一張 或者一柱 不要一柱 27,200買一柱 然後第三柱 26,800 也是分開三柱 是的 但是我怎樣做呢 因為如果 假設你單買期指 除非你的倉 是夠按金 或者夠力 去頂住 因為譬如你買一張 如果三柱買完 你平均價是27,200 那你三張的按金 其實如果你真的買到第三張的話 你已經輸了三張 就算是四百點 沒錯 因為你買到三柱 就算是10萬1點 是嗎 四百點一張 即是三張已經輸了六萬 那你再加上按金 三張期指 大期按金 如果你沒有 特別是孖展 就大概是二十四萬左右 是的 那你二十四萬輸了六萬 隨時都已經被人召喚了 正常就會召喚 除非你很特別 哈哈 除非你大客 沒錯 你很好記錄 有幾千萬床在旁邊 就不會理你 其實是不會的 你剛才說 倉位大到無論 其實是不會的 你想想 有這樣的銀碼的人 他不會玩這麼小的 是啊 也是這樣 如果你是這個情況 你也要打買期指 你隨時買到第三柱 已經被人召喚了 即是可能你買到第三柱 如果代表市場 跌到兩萬六千八 其實都很限定 如果再跌深一點 你又要再被人召喚多一點 那你的心理壓力 你會非常難受的 沒錯 然後周圍的人就開始跟你說 哇 有排圈了 糟糕了 接下來有二萬五 有幾個 是的 我就想想 怎樣可以讓自己 鑽著鑽著鑽著舒服一點 那個按鈕又不用被人吹起這麼多 是 又可以 即是帳面上不用輸這麼多 我決定了 我每買一張旗子 我就做回一張相應的譚倉 即是旗子其權的譚倉 但我賣了一張 你賣了一張 你是賣了一張 還是賣? 賣了一張 我賣了一張 賣了一張 可能低兩三 兩百點 或者是四百點的 行使價的賣 我賣完之後 我把整個倉位的按鈕 就起碼減一半 而且市場下跌的時候 因為我有賣在這裡 變成我輸會少了 因為賣會幫我加一點點利潤 撐一撐 而且那個倉位就不會被人說 因為我媽媽剪了一個數目 已經定了 不會再增加 因為你有一張淡倉在這裡 沒錯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最後做到兩萬七千二 就做了兩駐 不過要很厲害計算 做你這件事 這件事 簡單我們叫做 馬鞍式 做了兩駐 兩駐的期指 每一駐都有一些淡倉 保護著 順利捱過了這兩三個星期的上上落落 但最後 唯一另外有意外 我又覺得這兩三個星期 經常磨得太多 淡倉就算跌也補不了很多 即是他的時間值是消耗了 是的 在損耗 時間值 引申復復被他損耗了很多 因為市縮了 引申復復輸了很多錢 但是只要 無論是輸多少都好 只要一天抽上 好像昨天禮拜五 市上回去 那期指爺的幅度 永遠都一定會大過你淡倉輸的幅度 其實 循環的利潤 現在還有在這裏 都可以的 但是 其實我做這個部署 最主要的目的就不是為了 真的說是 做什麼錢 其實是想捱過這段調整期 因為牛市最難受 是調整那些事情 你不知道什麼位置賣好 你想等到兩萬七樓下賣 你買不到 你高一點賣 好像兩萬七千六萬 兩萬四千四萬 你不知道捱到什麼時候 還要被市場磨化 你可能會沒什麼心機 但是如果你有這套倉位 你上下升跌 不關你的事 你跌的時候 有些倉位幫你保護住 變成你升了上去的話 因為你調整期一過了 那個市牛市就升得很快 你已經要安全了 你之後已經拆掉所有的淡倉 那次上去 那你就坐得很舒服 這個當然第一 就是對市有很好的判斷 第二 就真的要很精於計算這些數 要計得很準 也都要識穿進去看 譬如你淡倉的計法 那些時間消耗值 那些你要計算 就不是說隨便衝過去 我看到位置我就買 然後就叫做Skratto 叫做馬鞍色 那馬鞍色 那馬鞍色分中墮馬 是啊 那當然這個 我們目的在哪裏呢 就是說 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市場 那希望幫到大家 在多角度去思考 那接下來的市場 怎麼看呢 因為夜期都升到28,200元 那如果星期一 香港沒事 那上證都順利高收的話 那應該都 如無以後破到28,300元 那就是環境區都應該破了 不如第二節回來 我們再詳細講好嗎 好啊 已經爆燈了 好啊 第二節回來再談